在揭露的那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後 川普前往華府雷根大廈 發表一場近半小時的演說 阐述這份報告的精髓 且開中民意 現在一年後 我説得很誇張 全世界都聽了 而且已經看見證明 美國正在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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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 inauguration 我告知 美國正在回復 一個簡單的計劃 自1986年后 向国会提交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成了美国总统的法定职责 30年间 5个总统 8届政府 不定时的提交了共16份 阐述不同时期的安全战略目标 及所面临的威胁与挑战 而川普以美国优先为主轴 重新定义了美国的国安战略 The strategy is based on four pillars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homeland and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Promote American prosperity Preserve peace through strength And advance American influence around the world We are engaged in a new era of competition We accept that vigorous milita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tests Are now playing out all around the world We face rogue regimes that threat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allies We face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Transnational criminal networks And others who spread violence and evil around the globe 川普演说中 先数落了前几任美国总统 放任北韩、伊朗与恐怖主义 成就了当前美国的国家威胁 但这都只是趋性的地缘政治 美国之二战后 就习惯性的寻找全球性的对手 以作为整体外交与安全战略部署的基础 而川普这回点名了两个国家 不同于欧巴马时期战略伙伴的表述 川普把大陆与俄罗斯视为战略上的竞争对手 但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而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许多尖锐性的字眼 并没有从他口中说出 似乎也刻意保留了些战略文件 如中俄挑战美国的权威 发展先进武器 并重申他们在地区的影响力 缩造一个被与美国价值观的世界 更在经济问题上特别指控大陆 偷走了美国的智慧财产 相比上个月访问大陆的川普 展现出与北京间炉焦士气的情感 美国许多舆论都批评 川普首份国安报告 是迥然不同的态度 但小布希时期的美国副国务卿博恩斯 在接受CNN专访时说 川普体现的是长期以来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维 带领 博恩師提到了川普演說中沒講 但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 詳細闡述的印太戰略 報告中指出 美國將繼續保持 對印太軍事部署的前瞻性 以保證美國能阻止 來自對手的威脅 並在必要時擊敗對手 報告中也提到相當具體的做法 包括與日韓在導彈防禦上的合作 並加強與東南亞合作夥伴 在執法 防禦和情報方面的聯繫 以共同應對恐怖主義的威脅 此外 也要協助南海周邊國家 成為國際海事方面的合作夥伴 報告中也重申 美國將依一個中國政策 與台灣維持強勁的關係 並提供台灣合理的防衛需求 報告中更強調 將印度視為美國主要的 國防合作夥伴 支持印度發展在印太地區的關係 而這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對印太戰略的政策阐述 沒有指向性的談到中國 但這是川普延續歷任美國政府 在圍堵中國的政策上 最明確的表態 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 全球發展的貢獻者 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我想國際社會對此是有目共睹的 任何國家任何一個什麼報告 想歪曲事實 惡意詆毀 都只能是徒勞的 我們敦促美方停止 故意歪曲中國的戰略意圖 摒棄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等過時的觀念 否則只會損人害己 經過一天的研讀分析 大陸官方透過外交部 發表措辭強硬 又以待諷刺的聲明 但也清晰地認識到 這份帶著冷戰圍堵的 美國國安報告 對大陸所處地緣政治的挑戰 美國在中國製造的安全議題 主要是包括長江漫島 然後是釣魚島 然後我們從北到南 然後到台灣地區 最後就是南海問題 在我們周邊的海域裡頭 美國是在這幾個方向 都在製造安全議題 事實上 解析這次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和12號川普簽署的國防受懲罰 不難發現 強大的軍工不合體 正主導著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 強化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存在 服務的就是美國優先下 讓軍工不合體更強大的經濟戰略 而與相關國家的防務合作 更是為美國擴大軍售鋪電道路 如近來日本決定 向美國購買陸籍神盾 而強化印度在印太地區的角色 背後更是龐大的軍售需求 美國考慮出讓航母電池彈射技術 以說服印度在新艦航母上 採供美國現役主力艦載機 F-18航空 取代印度原本由於 向俄羅斯訂購的蘇凱戰機 史外川普拿掉了在歐巴馬時期 是氣候變遷為國家安全的論述 首次將經濟安全列入戰略議題 這也不難理解 川普仿中簽了34項協定 拿下2535億美元的大單 卻在回國後 由美國商務部主動發起 對大陸呂志平進行反傾銷調查 還向世貿組織遞交文件 力挺歐盟與大陸間的訴訟 不承認大陸的市場經濟地位 批評大陸能以不公平的方式進行貿易 似乎川普自始至終 都沒有改變大陸偷走美國繁榮的看法 以實力換和平 曾經是美國前總統雷根 最重要的外交戰略 或許這是川普選擇在華府雷根大廈 親自發表他國安戰略的原因 在川普當選一年多後 外界也更摸清了這個規律 前後不一擺盪的言行間 川普總是在為下一制與敵人的對陣 累積籌碼 而百變不離其中 美國優先 美國優先 美國優先